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个淡豆腐非常好吃的做法 做法简单又容易 首先准备三个淡豆腐 把淡豆腐对半切开 再把它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三个红葱头 把它对半切开 然后把它切成片 两个小米椒切成小米椒圈 一个青椒把它切成圈 再把它剁碎一点 一把青葱把它切成小粒 四斑大蒜把它切成蒜末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热锅倒入多一点油 下锅之前把淡豆腐裹上一层玉米淀粉 油热之后放入淡豆腐 用中火慢炸 把淡豆腐炸至金黄色 金黄色之后把它捞出来 沥干油分 锅中留下少许的油 放入红葱头和蒜末包箱 再放入青红辣椒一起爆香 加入一茶匙的盐 一勺白糖 一点点的鸡精 继续把它翻炒均匀 然后放入炸好的淡豆腐 继续把它翻炒均匀 最后再放入青葱 快速的把它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啦 香喷喷的爆炒淡豆腐就做好啦 淡豆腐这样做鲜香入味 非常的好吃又下饭 做法容易 材料也很简单 如果你喜欢 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